平原枪声 第二一章 党的好儿女 天黑乌乌的隐约地可以看见那灰色的路沟 马英走在最前面搜索着前进 身后是一副单架 其实就是一块地主客厅上的花格子门扇 上边放了一条破棉絮 杜萍昏迷不醒的躺在上边 游王二虎和四个战士轮换抬着 可是走了已经有十五里地了 王二虎高低不让人换 累得他呼吃呼吃大口的喘粗气 早晨出发的时候 还是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而如今很多同志牺牲了 负伤了 被冲散了 政委负了重伤 这支部队是马英看着他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的 是经过千辛万苦 千难万险才把他组织起来的 和王金兰的斗争 到军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西河殿的战斗 大队长 正为醒了 叫你 忽然小董跑到前面轻轻地喊道 马英急忙转回来 走到担架旁 怎么样了 觉得好些了吗 你们往哪里抬我 杜萍有气无力地说道 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抬着我是没有战斗力的 在于上敌人怎么办 把我放下来 放下来 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路上 马英气冲冲地说 你想想 这怎么能办得到 政委 我们舍不了你呀 小董带着哭腔说 同志 杜萍严肃地说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这样 我们就得天天哭了 同志 理智一点 理智 他的声音又微弱地听不见了 王二虎却一句话也不说 只顾抬单架大步往前走 眼看着背后燃烧着的村庄 愈离愈远了 前边就是大王庄 这是他们部队常来活动的地方 村南不远有一座破庙 他们也在这里躲过敌人 马英让先到庙里休息 再到村子里找饭吃 大家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 轻轻推开庙门 没有动静 马英张开匣子枪的大小鸡头 头前走进去 只见神岸上香炉里 还有几撮正烧着的半截香 他不由感叹道 这年头 有的老百姓还指望 这些泥菩萨来保佑他们呢 他把那几撮香捏在一起 四周搜索了一下 见没有什么可疑的现象 叫把杜萍抬进来 抬到大殿上 杜萍仍然昏迷不醒 马英留下来守着 命令大家进村找吃的 又嘱咐小董一定要赶快给政委弄些东西吃 大家都走了 马英借着香火看了看杜萍 只见他的脸色惨白 举唇干裂 眼泪便不由夺矿而出 他想 人成了这个样子 他又看了看杜萍胸上缠着的那件白布衫 血从里边浸出来 凝固了一层又一层 他握住杜萍那干瘦而又冷冷的手 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了听 心脏还在跳动 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心想要是能再过两个小时就有办法了 前扁十几里地就是河村铺 那里可以想法找至外伤的老医生 他站起来到庙门口看了看 小董还没回来 杜萍从昏迷中醒来了 他不觉得疼痛 也不觉得难过 只觉得心里空的慌 好像血液已经流干了 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就连眼皮都动弹不得 他已经与感到生命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可是他并不感到突然 也不感到惊慌和痛苦 这一刻是他早就想到了的 夺去他生命的不是病魔 是鬼子的子弹 他用他的鲜血又给敌人写下了一笔账 在同志们复仇的心上 又加了一把火 他是1935年来到这个县的 他是这个县第一个革命的播种人 七年来 他在这块六十里建方的土地上 撒遍了革命的种子 变得开放出革命的花朵 闪耀着鲜艳的光辉 他闭着眼睛 就像看见满天星星一样 这里边有一颗最亮的星星 那就是马英 是他工作的接替人 他为党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他趁现在还活着时 要完成的唯一的任务 就是要马英带着剩下的同志们 立刻离开他 迅速地转移到安全地区 他振作着教导 马英同志 马英同志 政委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马英一只腿跪在地下 把举凑到杜萍的耳边答道 杜萍用尽平生气力 把眼睛睁开了 他要再看一看他这亲密的战友 香火光中 他模糊地看见马英的脸 觉得那脸比以前变得更加沉着坚定了 他微弱地说道 我没有什么话要给你讲 你 你已经成长起来了 只希望你把队伍带出去 一定要带出去 这是我们党的命根子 记着 记着 我记着的 我记着的 马英连声重复着 还有 杜萍像是想起一件大事 用了很大的气力 但声音还是那样微小 苏建才 他表现不正常 他的举唇还在颤抖着 却没有声音了 一刹时 他的双眼一合 头栽到一边 杜正伟 杜正伟 马英不顾一切的大声喊叫 回声在这坐阴森森的大殿里 嗡嗡作响 却没有人回答 马英摸了摸杜萍那冰冷的手 茫然地站起来 杜萍生前和他在一起的那 许许多多的生活场景一起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一举一动 声音笑貌都活生生地印在他脑子里 他 他怎么会死了呢 他一步一步走到那黑乌乌的庙院里 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多少战友倒下了 多少同志失散了 残酷的战争 给予他沉重的压力 眼前黑乎乎的 忽然 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火花 爆发开来 越爆越大 火花后闪出杜萍的身影 他的态度还是那样从容 他的面孔还是那样镇定 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充满着胜利的信念 希望你把队伍带出去 这是党的命根子 记着 这熟悉的声音又在他耳朵里盘旋 他不禁摸了摸腰里的手枪 暗暗地宣示道 我一定记着你的话 把队伍带出去 为同志们报仇 这时小董端着一砂锅热腾腾的面条闯进庙门 脸高兴的通红 望着马英 孩子气的叫道 大队长 那家老大娘可好了 听说政委付了伤 给咱政委下的面条 这孩子天真的以为杜萍只要吃了这锅面条 他的伤就会好了 马英听着小董的话 心一列一列的发痛 他怎么对这孩子讲呢 小董以为马英没有听见 就端着锅兴充的跑进大殿 他从担架旁取下杜萍的茶缸 用毛巾擦了又擦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面条盛在里面 用筷子搅了搅 鼓着举吹了吹 又长了长不烫举了 这才双手端着地道杜萍脸前 叫道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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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大娘可好了 听说你负了伤 专给你下的面条 小董重复着说 老大娘还打了两个鸡蛋 你看这上面还飘着鸡蛋花泥 没有人回答他 大殿里这样安静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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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煞时 借着香火 他看见杜萍那苍白的脸 当的一声 把面缸子扔了 郑伟 他死了 他 他怎么会死呢 他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 最好的人哪 小董放声地哭了 这个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的苦孩子 当他一投入革命队伍的时候 杜萍就像慈母般的爱抚着他 教他识字 教他工作 给他讲故事 而如今他突然地死了 就像一刀刺在这个孩子的心上 半晌 小董才有所省悟地跑出来 拉着马英说 大队长 郑伟 郑伟死了 他没死 马英紧握住小董的手 激动地说 他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是啊 永远 永远 小董想 我们永远会记着他的 同志们都回来了 大家围着杜萍的尸体低下头 无限悲痛的心情冲击着这座昏暗残破的大殿 一个个忍着泪 扒掉了殿下的方砖 用手挖出了地下的泥土 把杜萍同志掩埋了 小董这时成了一缸子面条 走到马英跟前 说 大队长 你吃吧 马英接过来 眼望着吃不下去 小董拉着哭腔 学着杜萍的口气说 人是铁 饭是钢 不吃怎打仗啊 这句话像是触动了马英的心事 用筷子扒拉扒拉 湿了两口 忽然又盯下来问道 小董 你还没吃吧 他爱抚的望着这孩子 强打起精神说道 来 咱们响应政委的号召 一起吃 接着又给小董盛了一缸 二人算是勉强 把这大半锅面条吃完了 下半夜 同志们又上了路 大家走不上几步 就身不由主地回过头来 看看那座破庙 先前 抬着政委 虽说担惊受怕 疲倦劳累 但好像总觉得有所安慰 如今 政委死了 减少了担架的负担 也都吃饱了 却都反而觉得冷落落地 不是滋味 好像没有了依靠 因此 谁也不愿说话 都只顾闷着头走路 马英走在前面 心里更觉得孤单单地 他对杜萍的信任 剩余信任自己 是好是坏 是错是对 都有杜萍保着险 自己放大胆子干好了 现在 只有他一个人了 一切都要他自己做主 事情是一点也错不得的 他感到一副沉重的担子 压在他的肩上 大队长 该拐弯了 小董提醒他 马英这才从沉思中 省悟过来 黎明时分 他们到了河村铺 这是鬼子合围的边缘 一般说 是比较安全了 河村铺也是个小穷村 只有几十户人家 大队以前常在这里住 里边有好几家最可靠的 基本群众 马英让田三在村边放哨 便带着大家进了村 在一家小门上轻轻扣了三下 一阵咳嗽声 走出一个老汉 老汉一见马英 惊喜地说道 可把人惦记死了 只听北边打了一整天 大爷 叫你担心了 马英说吧 二虎 小董 大年 小顺 一个跟一个走进来 老汉还只顾往门口瞅 马英说 没有了 就我们这些人 怎么 就你们 老汉抓住马英的胳膊 眼泪顺着他那满是皱纹的脸流了下来 同志们也都想起自己的战友 感到一阵悲痛 大爷 只要大队有一个人活着 他就在和敌人战斗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把鬼子赶走的 马英激动地说道 他是在对老大爷说 又像是在对所有的人说 老汉擦干了眼泪 点了点头 我信得过你们 马英抬头望了望隔壁的小楼房 这是河村铺唯一的一家地主 问道 河家的人在吗 早班进城了 只有一个伙计看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英这才放了心 爱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大家网得扑上 炕上一躺 煞时便呼噜呼噜睡着了 杨柏顺一心一意要为他的主子立功 天不明便带着王秃子的中队 压着苏建梅 按着苏建才指给他的线大队活动路线出来搜索了 他们过了大王庄 竟往河村铺去 杨柏顺带着两个便衣队员走在前面 看看走进村子 忽然发现有个站岗的抱着枪靠在树上 仔细一看 那人一动也不动 头歪在肩上 原来田三困得不行 睡着了 杨柏顺带着那两个人捏手捏脚走过去 看看只离杖拔远了 杨柏顺猛一步窜上前去将田三拦腰抱住 田三睁眼一看 知道不好 正带要喊 一个汉奸用手将他的举捂住 他用牙咬那汉奸的手 这时另一个汉奸也窜上来 一刀子扎在田三的胸上 田三倒下了 杨柏顺把手一挥 王秃子便带着队伍把村子团团围住 剑梅在后边看这情景 大吃一惊 莫非大队的同志真叫他们发现了 马鹰一听这不平常的响动 警觉的坐了起来 忙推醒大家 这时老汉从门口跑进来惊慌的说 汉奸进了处了 马鹰带着大家准备月墙向村外跑 谁知刚一爬上墙头 扒的就是一枪 子弹从头上飞过去 敌人在村边趴了一排 早已布置好了 看样子敌人是有目的来的 兵力也不会少 硬冲有困难 他猛抬头看见隔壁那个小楼 就对大家道 上楼 大家翻过墙去 上了楼 把门堵了 这时敌人朝楼上打起枪 马鹰对大家说 布海枪 节约子弹 敌人冲的时候再瞄准打 到跟前就用手榴弹 只要能坚持到天黑就有办法 王二虎把袖子一卷 将一堆手榴弹都揭开盖放在窗台上 气冲冲的骂道 跟狗日的闷干 打死一个够本 打死两个赚一个 他一夜没打枪 憋得不行 这会精神可来了 小董和大年 小顺也把枪推上堂 个人把住自己的窗口 伪军们围着小楼 瞎打了一阵子枪 杨百顺叫钉下来 接着喊道 把苏建梅带来 一呼而建梅被压来了 杨百顺洋洋得意地抖着一条大腿 望着建梅冷笑地说道 苏建梅 咱们这一天可没白跑 我总算给你把他找到了 接着把眼向那远远的小楼一翻 你看 就在那上边 建梅不由自主地转脸看了看那小楼 啊 莫非他真的在上面吗 他的眼前立刻出现了马鹰的形象 那宽宽的肩膀 那结实的身材 还有时时在鼓舞着他的那双勇敢智慧的眼睛 不 他不会被敌人围在这里的 建梅 咱们好赖也是相礼相亲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再说一遍 你要愿意的话 咱们马上到楼下把马鹰叫出来 你们见个面 劝上他几句 只要他能放下枪 废话 建梅忽然感到敌人多么愚蠢 多么无能啊 这时还对他怀着希望 这不说明他们更加没有办法了吗 他们还不知道这永远是一种梦想呢 他冷笑了一声道 你以为共产党员和你们这些汉奸一样 讲几句好听的就会投降 就会卖国 你想错了 哈哈 杨柏顺也冷笑了一声 我不过是给你们纸条活路 你以为他还能逃出我的手心吗 不愿意要活的 叫你见死的 打 杨柏顺接着跑上前去 督着汉奸们往上冲 一阵稠密的枪声在四周响了起来 马鹰一听没有机关枪 小炮 知道来了一帮汉奸 便对大家说 沉住气打 尽是些假鬼子 大家都端枪瞄准 等那十几个伪军走近 八 八 一起开火 顿时前跌后 痒得倒下了三个 剩下的转身就跑 苏健美远远看着 心里乐得开了花 他仿佛看到马鹰打枪 那股神气进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平住呼吸 专神的瞄准 他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姿势 都是那样健美 王二虎该卷袖子了 再不然就光膀子了 小董在打了胜仗时 赵丽是敏着举笑的 杜平呢 还是那样沉着稳重 敌人在他眼里 就像是一堆没用的石头似的 连着两次冲锋 敌人赔了七八条命 没有接近炮楼一步 杨柏顺气的直骂王秃子 你这是啥熊队伍 一点屁用也没有 王秃子不服的说 不发机关枪 不发排击炮 胳膊腿也不能当枪使 杨大王八 王秃子 你们小心点 二虎在楼上叫骂道 老子出去了 把你们大谢八块 王秃子一听见叫他的名字 吓得直哆嗦 杨柏顺却回骂道 只怕你这小子出不来了 你他娘有种 上前来一步 杨大王八剑攻不下来 决定下毒手了 喊道 把他带来 伪军们把剑没压来了 杨柏顺和几个伪军拥着他顺着村边的路沟走到小楼前 这里离小楼约有十几丈远 剑没被拥在路沟边 露出半截身子 杨柏顺和那几个伪军都危随在他身后 接着他冲着小楼喊道 请你们马队长讲话 我杨某要开枪不算好汉 叫他来看看这是谁 剑没瞪大着眼睛望着那楼上的小窗户 心里是这样激动 啊 一煞时他就会见到马英了 能再见他一面 死也甘心 不 不 他不希望见他 他应当远走高飞 不应当在这个小楼上出现 让敌人困着他 你看 你看 苏书记 小董摇着马英的胳膊说 像是顺头泼了一瓢冷水 马英浑身打了个寒颤 不顾一切的从窗口探出头来 啊 是他 他那红润 丰满的脸变得惨白和消瘦了 眼窝深深的塌了下去 那双眼睛显得更大了 更亮了 他的衣裳已经一片片的破碎了 胸前是横七竖八紧紧乐着的绳子 双手倒背着 他挺着胸昂着头 晚风吹着他蓬乱的头发 和他身上被撕破了的布片 他的身体像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顶向天空 一眨眼 见眉也看见了马英 那个小窗户像是变成了万宝洞 竟能使他看到似乎在生前已经不能看到了的人 啊 他还是穿的那件小白布衫 是他帮他洗了又缝 缝了又洗 不知缝洗过多少次啊 现在他上面滚满了尘土 已经变成灰色了 肩上挂了一个大口子 袖子脱下来 露出他那黑红的肩膀 他那从不变样的脸 也显得消瘦了 浓浓的眉毛拧在一起 眼睛冒出火光 煞时 他们的眼光碰在一条线上 杨柏顺从见眉身后探出头来 向马英喊道 马队长 我给你保个眉 不是别人 就是你这位区委书记 只要你放下枪 到黄军这边来 像是无数钢针刺在马英的心上 他浑身都要气炸了 他想瞄准杨柏顺给他一枪 可是那手中的枪只是发抖 杨柏顺见马英不回答 接着喊道 你好好想一想 不要再做傻了 人生还不是为的吃喝玩乐 你过来我包你有官当 有钱花 要是你不答应 我就得把你这位区委书记就地枪毙 马英同志 剑梅鼓起劲喊道 你不要听他的鬼话 叫他们打死我吧 我不怕 剑梅同志 我相信你 你是党的好儿女 马英激昂地喊道 是他敬爱的人 马英同志 也是党 向他喊出了这样的话 相信他 他是党的好儿女 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 除此以外他还需要什么呢 他不禁兴奋地高喊道 同志们 你们可要冲出去呀 我们一定冲出去 同志们同声喊道 杨柏顺见打不动他们的心 恶狠狠地说道 不叫你们看看脸色 你们也不知道力痕 说着赵剑梅脸上就是一匹鞭子 剑梅倒下了 伪军们又把他扶起来 他那端正而又好看的脸上 立刻抱起一条血印 大家看了直恨的咬牙切齿 小董不由哭喊道 苏书记 我们一定替你报仇 啪 又是一鞭子 剑梅忽然想起苏建才 鼓起最后一口气喊道 同志们 你们要警惕呀 苏 杨柏顺本还要利用苏建才 听苏建梅要将他截破 一慌之下 赵建梅头上就是一枪 建梅倒下了 马鹰再也忍受不住了 食指一搂 八 八 嘟 二十发子弹一气打了出去 打得杨柏顺带着几个伪军连滚带爬的顺着路钩往回跑 这时小董呜呜哭了起来 马鹰喝道 哭什么 打 打 小董看着马鹰那冒火光的眼睛 擦干眼泪便巴巴的打起枪来 马鹰昏沉沉地靠到窗户上 杨柏顺的毒计破产了 又赶着伪军们往上冲 十几个伪军端着枪呐喊着冲上来 马鹰一搂枪机才发现子弹打光了急忙抄起一个手榴弹扔出去接着同志们打起枪伪军们丢下两条死尸又跑回去了 王徒子远远的坐在一棵树下像是若无其事杨柏顺走过去气冲冲的说道你是怎么搞的没有机关枪排击炮我是攻不下来 杨柏顺知道王徒子是有名的橡皮一枪打不透气得没有办法只好派个便衣队员去请救兵 天终于黑下来了 小楼外横三树四地摆了一片伪军的尸体有几个站岗的伪军在死人空子里来回走动着有的疲乏了就坐在地上打盹 还有两个负了重伤的伪军躺在地上哼哼着 马鹰决心突围他估计可能被敌人冲散就规定了第一和第二集合点如果无法集中就暂时分散隐蔽听后通知 一切布置妥当后让同志们都把裤腰带解下来结在一起一头拴在窗户上一头拖到楼外 马鹰领头顺着绳子一个个跟着滑了下去然后一个跟一个摆开距离往前爬 马鹰刚爬到死人堆里一上拖着地发出沙沙的响声被一个站岗的发掘了端着一闪一闪发亮的刺刀走过来 马鹰憋住气移动不动地靠在那死人身边 站岗的罩死人踢了一脚骂道妈的死了你还闹鬼 接着又在死人身上扎了两刀才走过去 马鹰继续往前爬渐渐离死人堆有好远了他回头想看看小董 可是黑乌乌的神们也看不见 仔细一听有轻微的沙沙声他想小董也一定过来了 这时王二虎刚爬到死人堆里他爬着爬着忽然摸到一支大枪 他想一定是打死的汉奸丢下的伸手就往回抽 八路 八路 那拿枪的家伙原来是睡着了的站岗的伪军 他觉着有人拉枪 死命抱住叫了起来 王二虎一急 用手榴弹照那家伙脑袋上砸了一锤 夺了枪就跑 八 八 汉奸们打起枪 马鹰他们被迫四散跑开 紧接着身后传来一阵稠密的枪声 两件顺利 妖获